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喜欢看老电影的素子 今天要介绍的是 由童星而导演 笑颜灿烂的气质派女星 陈娟娟 六岁投身影坛的陈娟娟 凭着活泼可爱的性情 与一点就通的聪慧 在1930年代中的国语影坛 童星领域位列前茅 与传奇女星软领域和眼的新女性 为陈娟娟今日可见最早的 童星时期代表作 回顾目前数十函数 陈娟娟坦言开头只觉得好玩 可以在大人的鼓励下 尽情跳飞飞舞 后来越演越感兴趣 越感兴趣越钻研 从儿童少女演至少妇 甚或尝试导演工作 一生与电影结下不解之缘 与绝大多数童星相仿 陈娟娟的演艺录艺术 出道及巅峰 相较儿时应接不暇的片约 迈入尴尬年龄的陈娟娟 虽相形没那么风光 既而她不仅拥有专业级的歌喉 亦找到适合自己身份的角色 略带叛逆感的青春起小妹 顺利将新运延续至成年 对比合作孤厨片 迷途的羔羊的童星葛佐志 烧掌后因吸毒窃盗等偏差行为 落入潦倒行情不满二十级早逝的处境 少年得知的陈娟娟 却是律己慎严的童星表率 陈娟娟本名陈素娟 祖籍四川乐山 生于马来亚柔佛州 陈妇本于南洋办学 其于陈娟娟还提时病逝 异乡谋生不易 母女指得迁返上海 母亲教书赚取家用 陈娟娟则交由祖母抚养 六岁时获纪男影片主视者 黄怀生向众 玩票性质参演爱国片 为国争光 在街拍明星影业的 大堆头电影《女儿经》 一华影业出品的《飞花村》 以及《莲花二场》的 文艺悲剧《新女性》 1936年 八岁的陈娟娟签约为 新华影业基本演员 同时与新华主视者 噱头大王张善坤结宜 陆续于《壮志凌云》 《小姑女》 《迷途》的《羔羊》等片单纲 《药角》 片酬由最初的七元日星 升至百元月星 约等同于一名成年演员的收入 隔年抗日战争爆发 陈娟娟随亲人避走香港 曾以娟娟旅行团名义 赴南洋演出 该团本名《梅花歌舞团》 但未以陈娟娟为号召而更名 因演出剧目涉及反日议题遭敬演 生活一度陷入危机 1940年上旬 十岁出头的陈娟娟 重遇干爹张善坤 在其安排下反护拍片 演出电影《中国白雪公主》 杜石娘、江南小霞、嘉等 以陈娟娟挂头牌的《中国白雪公主》 使她声誉达到顶峰 被誉为东方的秀兰邓波尔 进入十三、十四岁半大不小的年龄段 陈娟娟与李平倩指导的四姐妹 饰演天真烂漫的四妹 安然度过由小而大的转型期 附带一提四姐妹的 龚秋霞、陈琦、张帆、陈娟娟 均属影歌双七 四人私底下也建立如手足般的情仪 一层合资于上海经营一间 名为四姐妹的咖啡馆 1945年 17岁的陈娟娟自上海赴港 正式转型为成年演员 加盟大中华影片 多任女主角 作品包括《桃花依旧笑春风》 《春之梦》、《龙凤城翔》 《天网灰灰》、《四美图》 《珠光宝气》、《再生年华》等 1950年 22岁的陈娟娟加盟《长城影业》为基本演员 而后转入同属亲中共 左派系统的《凤凰影业》 前期为女主角 后应年岁建长 多任戏份吃重的配角 参与电影有 《小二黑结婚》、《狂风之夜》、《新红楼梦》、《不知道的父亲》、《青春送》、《深归梦里人》、《雪火之间》、《孔雀瓶》、《雪中莲》、《丁香姑娘》、《诗变》、《童心结》、《生死牌》、《糊涂因缘》、《四美图》、《精英》、《画皮》、《春自人间来》、《我们一家》等 约30部 期间陈娟娟一常事任副导演 参与《蓝桂阴影》、《对窗恋》、《我们要结婚》、《精英》、《省妻》、《实感当》等拍摄工作 为任一支陈静波等导演副手 1969年 41岁的陈娟娟首度升任导演 与许仙联合指导抗日战争片《英雄后代》 1970年代 先后与任一支朱峰、罗军雄等联合指导电影 三个17岁、杂技英豪 与纪录片《白云山下朴星哥》、《中国体操技巧比赛特辑》等 曾任华南电影工作者联合会常务监事 1976年4月10日 陈娟娟因身体顾及突发于自宅昏迷 送医途中不治 享年48岁 婚姻方面 陈娟娟于28岁时与圈外人卢蓉康结婚 婚后育有两子 1961年底传出《夫妻不睦》 为己离异 除在影剧圈发展 陈娟娟的歌艺同属专业等级 从幼时演唱第一首电影童歌 《飞花村》插曲《牧羊女》 急掌鱼港灌路的种瓜得瓜 心儿跳 海旁的灯塔 听我唱幸福的船 春之送 我在东你在西 歌声飞扬 我们要爸爸 郊游曲等 可谓名曲佳作不断 学校里举行游艺会 有我跳舞节目 忽然有一位黄怀生先生 找到我们家里来对婆婆说 我有演戏的天才 叫我去拍电影 陈娟娟回忆投入影坛的契机 颇有千里马与伯乐的缘分 黄怀生为纪男影片的主持人 正为电影物色儿童演员 机灵上相又能歌善舞的陈娟娟 由此踏入影坛 别于母亲的一口回绝 祖母却是全力支持 这位孙女口中过去时代的女子 思想却不顽固成就 自己偏好新奇玩意儿之余 也鼓励孙女接触电影 在片场 祖母肩负经纪人与保姆的责任 除指导演戏 也在陈娟娟闹脾气时 耐着性子安抚情绪 引导她完成表演 由于孩童身份的限制 陈娟娟多是只有几场戏的配角 直至蔡楚生指导 探讨接同问题的 孤楚写实片《迷途》的羔羊 才得让她的表演才华 获得全面发挥 陈娟娟饰演的孤女小翠 为剧情发展的核心人物 迷惘无助的神情 真情流露的悲喜 使观众倾注无限同情 随着《迷途》的羔羊上映 陈娟娟越身为华语片 最受欢迎的童心 往返有专车接送 片酬也是一番数倍 我是应该读书了 要不是为了拍戏 在那时候我早该小学毕业了 可是回到上海后 我仍旧不能读书 陈娟娟在6岁至12岁的 童心黄金期 被迫放弃学生生活 取而代之的是 在水银灯下大放异彩 陈娟娟走红的程度 可由一则刊登于1940年4月6日 《华四日报》的未来文章 也就是所谓的幻想文 十年后的今天 陈娟娟结婚典礼 窥之一二 文中将她的婚礼描绘成一场 灌溉云集的盛宴 十余架摄影机多角度拍摄 数十位记者争相访问 实属天之娇女 相信之下 现实中陈娟娟显得接地气许多 在歌舞团电影圈持续发展外 也把握空闲 学习歌唱 参与话剧 阅读书籍 待熬过青涩年龄 才终于登上主角 十七十八岁的陈娟娟 常扮演善良开朗 带鬼马气息的现代少女 与风流小生白云十分登对的她 也开始被暴张媒体追问恋爱问题 只是手忍陈娟娟的记者 不会言她 性格内向而孤僻 尽管身处五光十色的影圈 却鲜有绯闻传出 据当时报道 陈娟娟在十八岁时 曾在长辈介绍下 与国华影片主持者柳中浩之子 相亲未果 之后虽有同友对象 却都未见进一步交往 1950年22岁的陈娟娟 与友人生日宴 结识 寿星阶级的圈外人 卢荣康 经过四年交往 于1956年6月7日结婚 婚后的陈娟娟 字述偏好 编织毛衣 剪贴生活照与 腌字泡菜 可谓公私不误的贤妻良母 只是原本稳定的婚姻关系 却于1960年前后转列 1961年12月9日 传出陈娟娟因夫妻反目 突然失踪 索性消息见报 两天后随即现身 陈娟娟澄清 仅是到澳门散心休息 对婚姻触交不是可否 此后两人低调分手 陈娟娟除照料母亲与儿子 亦全心投入电影艺术 陈娟娟过去曾患过 心脏病高血压 脉管炎等病 近来健康较差 患了别人可能以心灰意冷 意志消沉了 但她却一样乐观坚持工作 从不向病魔低头 于不惑之年的陈娟娟 对电影还有许多想法 可惜身体不堪重负 关于她的骤然离世 影史专家赵世慧表示 有两种推测 一种说法是因病而死 另一种说法是因为 婚姻生活失败而自杀 也有称是不堪心脏病折磨 或务实药物导致 鉴于婚姻失败已成往事 未情寻短可能性较低 整体而言健康情形欠佳 富以激劳成疾 应是陈娟娟早逝的主因 从第一部戏拍到现在 总计也将近30步了 现在我的成绩是几分 恐怕不及格吧 年仅15岁的陈娟娟 在旁人还做明星梦的年纪 已累积近10年的戏龄 牵称不及格的成绩 其实是影坛凤毛麟角的奇迹 从剧表演姿势的童心 摩登灵动的主角 辅助剧情的配角 到调控全场的导演 陈娟娟凭借天分与努力 细品自己的电影人生 影片就说到这里 欢迎点击订阅我的频道 咱们下次见咯